老子说 夫为不争 故天下 莫能与之争 很多人事事都要争先 一定要和对手争个高下 而老子认为 水无常行 顺势而为 为而不争 方达所愿 人当如水 不争不强 默默流淌 一点点积攒力量 执着于一点 总可以抵达彼岸 与别人竞争 不如顺应天道 默默修炼自己 第二条 世欲深者天机浅 诸葛亮说 淡薄明智 宁静致远 一个人太执着于外物 就很容易被欲望 拿捏心智 贪财 好色 炼拳 每一个都是引人 堕落的深渊 没有自知力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简单生活 修神养心 才能一寿延年 第三 君子之命 不算命 孔子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所谓知命 首先要知己命 其次是知天命 知己命 是说一个人 要知道自己的天赋 秉性 知道自己 怎样与人相处 怎样做事立身 知天命 则是说 一个人能够 窥似天道 知道自己的时运 勿来顺应 处遍不惊 无论遭遇什么 都能坦然面对一切 自然也就不需要算命 第四 人有千算 天则已算 人有小算盘 天有大算盘 一个人算计来 算计去 为了迎头小利 挖空心思 在当下是获利的 但是一生到头 终究是在算计自己 天只有一算 厚德在物 一个人不好好修德 却只知道算计 那么迟早会把自己的福气 全都败光 全都败光 人善 人欺 天不欺 人恶 人怕 天不怕 人有善念 天必又知 人若忠厚 福必 随之 第五条 人情事态 不亦太真 事情看冷暖 人面逐高低 世俗之中 能够历经人情冷暖 而不世故的人 实在是少之又少 不必愤世嫉俗 不必太过认真 去言富士 捧高踩低 是人事的常态 不要因为别人的吹捧 而飘飘然 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贬低 而自卑 人情事态 不亦太真 人心换人心 你真 我才真 第六条 植木先乏 干净先结 孔子说 勇于敢则杀 俗语说 出头的船子先烂 庄子说 修纸挺拔的树木 先遭到砍伐 水质甘甜的井 先枯竭 优秀的人 不只是人的榜样 也是人们记恨的对象 所以 有才华的人 务必要遮住 自己的锋芒 这样才能少招人的记恨 山不言自高 海不言自深 世才傲物 口出狂言 只能证明 一个人的浅薄 第七 少事为福 多心招惑 最大的幸福 是心里没反心事 最大的灾祸 莫过于 疑神疑鬼 整天奔波劳碌 在人与人的情亚之间 疲于奔命 这样的人生 实在是痛苦 生活的质量 不止在物质 还在内心 少事为福 多心招惑 事实非非 都源于自己的内心 保持平静 心地简单 才知天高海阔 第八条 两年学说话 一辈子学闭嘴 风流不再谈丰盛 袖手无言 未最长 青蛙天天乱叫 只能招人厌烦 攻击黎明才叫 只能让人们 都起床 人与人的沟通 不在于说得多 而在于 语言的精道 言必有物 有地方时 才能让人 刮目相看 淘淘不绝 却说不到点子上 只能让人厌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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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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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